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這一節又有一大堆關於美國大選的選後爭議消息 要和大家分享 特朗普的競選團隊 果然就真是夠堅毅不屈 忠然是面對著這個艱困的情況也好 他們仍然是打算 舉辦一連串的活動來造勢 一方面他們又能夠提振得到支持者的士氣 能夠集中得到支持者聚埋一起 來表達對於特朗普的支持 同時也是可以向所有特朗普的支持者 展示出他們整個團隊擁有著無比的決心 另一方面 也可以藉著這些造勢活動 來喚起美國民眾 對於在多個搖擺州裏面 所出現的一些 具有合理疑點的 疑似選舉舞弊行為的關注 所以 若然這些 造勢大會真是搞得成 是可以一舉多得 除了搞集會以外 其實特朗普的競選團隊 也將會展開一個名為競選式的媒體行動 將會由競選團隊的通訊主管 莫塔夫來領導 他們說 會定期發佈一些新聞的消息 同時也會發佈一些 他們所採取的法律行動的內容 以及特朗普的說話要點 等等 所以 他們已經是部署好了 很多的行動和活動 可見 特朗普在目前這個階段 戰意仍然是相當高昂 就並不是好像某些美國的主流媒體引述所說 說特朗普已經處於一個 放棄的狀態 顯然就不是這樣的 好了在說下去之前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在說完特朗普競選團隊的部署以後 我就想說一下 目前有一篇報導 在Twitter上流傳得很厲害 這篇報導其實就是出自一家美國保守派的媒體 叫做 門戶專家 Gateway Pundit 他們就宣稱 在喬治亞州的富爾頓縣 有132,000張問題選票 那麼這些選票的問題出自於哪裡 就是那些選民 在更改地址 或者是搬遷了以後 仍然還跑去投票 當然這些就是不恰當的行為 一張合法的選票必須要合乎 那個州的法律所規定 才行 如果那個州規定了 你不在那個州那裡住 你去投票的話 當然就是為之不恰當 目前來說 在喬治亞州 拜登領先特朗普的得票的差距 就只是大約一萬多 如果到最後 真的有非常強烈的證據 是證明得到 這132,000張的選票 真的有問題 是需要被剔除的時候 就分分鐘是會扭轉了這個州的選舉結果 當然 其實那些燈粉也好 左膠也好 不需要對於這些的消息 是起鋼 就說叫Fact check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是有很強烈的證據 證明得到這些選票有問題的時候 特朗普的競選團隊 自然就是會入稟當地的法院 提出法律行動 到時的法院就會 就著 以有的證據來作出裁決 其實 說到有132,000張問題選票 大家都不知道這些選票 究竟所投選的 候選人是誰 如果這132,000票當中 是投特朗普多一點的 就變成特朗普捉蟲 雖然按照邏輯推斷來說 其中一個合理的情境 就是拜登依靠這些有問題的選票 令到他在喬治亞州那裡 是可以反超前特朗普 但是也不應該有一個不當預設 就是假定了為這個 合理懷疑的情境 就必然是唯一的情境 是不是 有可能這些票 都是投特朗普多一點 沒有人知道的 在一場選舉來說 結果當然是非常重要 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 大家必須要追求一場真正公平 公開公正的選舉 是要捍衛和維護 民主選舉的制度 若然這一套制度 是被破壞了的時候 那個影響是可以是千秋萬世的 不能因為 目前來講 你所支持的那個候選人 暫時領先 就對於這些 疑似選舉舞弊的行為 是隻眼開隻眼閉 假裝看不到 或者 以未曾經過fact check 或者是核實 這些藉口 來對他推躺過去 我認為是不公平的 好了 至於有些媒體 就說 共和黨裡面 其實有些人都開始 紛紛跟特朗普割席 究竟這個是否是事實呢 我就可以告訴大家 絕對不是 雖然目前你都說 在參議院裡面 已經有四名共和黨籍的參議員 向拜登祝賀 恭喜他 當選新一屆的總統 但是仍然有很多共和黨人 依然站在特朗普那邊 比如說 參議院的多數黨領袖 麥康內爾 就作出了一個清晰的表態 他就說 拒絕向拜登提出祝賀 甚至乎 暫時就不承認拜登當選 他就解釋 因為特朗普的團隊 已經在多個州那裡 展開了法律行動 而且目前所計算的票數 只不過是一個初步點算的結果 需要等到各州政府都承認這個結果 並且在12月的時候 等選舉人團投票之後 才會有最後的結果 其實麥康內爾這個說法都是相當穩陣的 他一方面 又沒有說特朗普已經贏了 另一方面 他又拒絕承認拜登已經勝出 一切就要等待 司法最終的裁決 才是 是陳埃樂定的 這個也是很合乎情理 你沒理由現在這一刻 就已經說拜登贏了 一旦司法裁決 就說要推翻某些州的選舉結果 或者是裁定了真的出現了一些選舉舞弊行為的時候 那到時怎麼辦呢 所以 他是相當穩陣的這個說法 另外 昨天有些媒體又質疑副總統彭斯 就說為什麼他近幾天 是沒有出聲 保持著沉默的 一直都沒有表態 於是他們就說 彭斯已經是跟特朗普保持距離了 於是彭斯就在昨晚 出了一條的貼文 他就說 選舉至今仍然是未結束 特朗普總統 為了我們 從來都沒有停止過戰鬥 而我們也 都會繼續戰鬥下去 直至每一張合法的選票 是得到點算為止 所以其實他這個說法 就已經是向那些媒體打唸了 是不是 人家只不過是 未說而已 已經說人家是沉默了 又說不說了 又說到 好像 給人一種印象就是 彭斯已經跟特朗普割席了 於是彭斯馬上就出了這條蝶文 來反駁 另外在眾議院裏頭 共和黨的領袖 麥卡錫 都有類似的說法 他說 在今次的大選當中 我們需要確保得到 點算每一張合法的選票 並且是完成重新點票的過程 以及是每一個的法律挑戰之後 才是決定得到 誰是贏得總統之位 所以按照目前的情況看來 根本上就不存在共和黨人已經是向特朗普割席的情況 更加不要忘記的就是 在明年的一月 喬治亞州的兩席參議員席位 將會是重選的 為什麼要重選呢 因為按照喬治亞州的法律規定 如果在那一屆的選舉裡面 那個參議員的候選人得票 未能夠過半數 即是取不到50%以上的得票 那就需要重選 而且共和黨人就是有邀請特朗普 去幫忙在喬治亞州那裡拉票 如果真的要跟特朗普割席 或者特朗普根本不是想像之中那麼受歡迎的話 那又怎會邀請他去幫忙呢 所以說 共和黨人跟特朗普割席這個說法 完全是說不通並非事實 接著就再說 特朗普的詩人詩朱利亞尼 在接受霍氏新聞採訪的時候就提到 說目前所擁有的證據 就已經是可以足夠改變得到賓州的選舉結果 他還形容賓州的選舉是一場災難 為什麼呢 他就提出了兩個因素 第一 就是因為共和黨籍的那些監票員 就被趕出了在那個票站以外 雖然後來他們就入稟了法院 法庭就判決了 說准許他們 在這個6英尺 大概1米8的 範圍之外 就看實那個點票過程 但是 民主黨的選舉人員 就把那個點票機器 又拉開了6英尺 就是說 總之使得你 看不到為止 這個就是朱利亞尼的說法 他說目前已經至少有50個證人 是可以證明得到出現了這個情況 所以那群開口埋口 就叫人家fact check 又問人家核實了沒有 有沒有資料來源 那群人 不需要在這個階段問這些東西 為什麼呢 既然朱利亞尼說到又有證人 又有物證 自然法院就會作出一個判決 如果他又不提交給法院的時候 就證明得到他說這些是沒有辦法證實的 所以就不用現在這一刻就說 你未證實的 所以不要說了 如果你說未證實就不說了 就不用說了 什麼都 對不對 大家公道一些 來評論的時候 另外 他說的第二個因素就是什麼 就是他們就已經發現得到 有證據表明 在郵局那時候 出現了所謂date back的情況 即是說明明在11月3日才收到的選票 就特地給了一個11月3日的郵戳 朱利亞尼就提出了這兩個的原因 另外我們又要再說一下 關於美國總務署的取態 總部署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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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署� 很多官司懸疑未決 你不能夠越左代跑 在法院都沒有一個終極判決之前 在這場大選都沒有一個最終結果之前 就承認拜登當選而且是批給600萬美元 給他去進行過度的工作 萬一判決之後出現了變卦 批了給拜登那些錢 誰來負責呢 是不是總務處長麥菲負責呢 他哪能負責呢 那麼多錢是不是 所以穩陣起見就當然 等到所有的事情陳埃落定之後才搞的 但是拜登的團隊似乎是急不及待 他們就宣稱 如果總務處還不承認拜登當選的話 就可能會採取法律行動 這些其實是這麼粗 你是不是確保得到所有的官司都是 判特朗普的陣營是敗訴 如果不是的話其實大家都要正心來忍耐和等待的結果 你都不知道特朗普陣營會舉出什麼的證據 你都不知道法院是怎麼判 你現在又說要 採取法律行動要求總務處承認你是已經勝出 喂 你搞變科這個是不對程序 除非你有一種態度就認為 無論特朗普怎樣來到入稟法院都好 他的上訴都是不會成功的 哈哈哈哈 這樣就另計 但是如果你真是尊重法院那個獨立裁決的時候 為什麼你不去等到結果出來 你急什麼呢 更加可恥的就是 本地有些評論人開口埋口又說三權分立 又這樣那樣 既然是要尊重三權分立的時候 你就更加要尊重法院那個裁決 正如一場足球比賽 一直未去到90分鐘 甚至乎是家時吹雞的時候 你都不能夠100%判斷得到某一隊球是必然贏 很多時候去到最後階段 家時階段 才是逆轉性的 大把例子 雖然目前特朗普好像是落後一些輸蝕 但是不代表他就已經是輸了 這個大家要搞清楚那個概念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